这绝对是最硬核的户外打捞 专业的打捞团队前后耗时一个月时间 只为打捞一艘沉没在湖泊中的挖泥船 故光是启用了两辆卡马斯牵引卡车 还外掉了两台沃尔沃重型牵引车 其余的挖机推土机也只能在一旁打打辅助 可就算是如此豪华的阵容 在打捞过程中 还是硬生生地崩断了好多根钢岚 那么接下来就跟随凡夫的视角看一看 他们是如何将这艘300吨重的挖泥船打捞上岸的 可以看到此时几辆牵引卡车已经集结完毕 首先是卡马斯卡车跟随一行人 把所需的物资和装备运往营地 岸边也是早就搭好了临时据点 由于现在还没有确定好牵引阵地 所以两辆沃尔沃牵引卡车在原地待命 只有一辆卡马斯赶往岸边 在开始打捞之前 先要下到水底查看沉船的情况 确定好每个勾点的位置和牵引方向 把情况告诉给岸上的指挥人员 再制定出详细的打捞计划 几名蛙人已经在换潜水服 另外也有人开始在清点滑轮组 这次的沉船重量过大 所以需要用到很多滑轮装置 让牵引力达到最大化 此时几名蛙人已经下水 现在正是这片湖泊水位最低的时候 可以看到不远处就可以看见沉船的一小部分 镜头来到水底 很清晰地可以看到巨大的船体 上面已经袖记斑斑并且长满了青苔 他们需要仔细检查沉船的每一个地方 查看船体的结构 还要试图寻找到一些薄弱点 到时候先将一部分容易散架的框架拉出水面 用以减轻整体的重量 随着不断下潜 沉船的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0米 水底的光线也越来越暗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几名蛙人上岸 详细地汇总了水底的情况 接着就开始制定打捞计划 最终决定还是将一部分散架船体打捞上岸 另一边蛙机已经在沙滩上 挖了一个几米深的大坑 然后把一个钢架埋了进去 上面固定着钢绳 之后会将深坑重新掩埋压实 以此作为滑轮的一个锚点 而水面上几人立马就再次入水 这次他们要带着钢岸 固定到沉船预计的勾点上 所使用的钢岸也是跟手腕差不多粗 这时岸上已经固定好了锚点 水面上的工作人员将钢绳拉过来 跟固定在沉船上的钢岸连接起来 再绕过滑轮重新拉回岸上 那么现在就可以连接脚车了 只是一些沉船框架 一辆卡马斯牵引车应该就够用 随着缓缓发力 钢索逐渐被绷紧 卷起大坨的泥沙 将一旁看热闹的小哥 吓得直接跳入水中 很快脱落的船体框架浮出水面 看上去应该是甲板护栏之类的东西 上面附着着大量的贝壳 要不是个头太小 指不定就会成为今天的晚餐 第一次的成功顺利让沉船减重好几吨 紧接着它们又开始重新固定连接勾点 地面的锚点也需要重新调整 这次打算拉动更重的部件上岸 此刻天空也下起了雨 一节钢铁管柱冒出水面 但这时牵引车也出现了问题 脚盘上的骨轮突然破裂 虽然它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把这块巨大的结构拉出了水面 但现在这辆卡马斯也只能停下维修 而现场也在对照着沉船图纸进行分析 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所以这边为了不影响整体进度 在维修的同时 不得不重新开来一辆卡马斯牵引车 由于接下来需要拉动的都是大件 所以另外两台沃尔沃卡车也需要上场了 不过因为它们自重过大河不好掉头等原因 还需要卡马斯帮忙把它们拉过去 因为牵引阵地是松软的沙滩 一个不注意就会使它们搁浅在沙地里 而这辆卡马斯则为此提前做了准备 让轮胎放出一部分气 保证自己不会陷入沙地 就这样把两台沃尔沃拉到岸边 来到预定的牵引阵地 并且还要调整好角度 而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 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两辆沃尔沃已经做好了准备 工作人员连接好锚点 再次把钢索沉入水中固定到船体上 为了减少摩擦 它们还在钢索下面垫上了原木 虽然现在又突然下起了大雨 但是钢绳也在不断地收紧 在强大的动力驱使下 又有一部分船体框架被拉出水面 看上去感觉进度很快 可实际上框架被完全拉上暗时 天已经黑了下来 这种打捞工作注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 所以也是请了专人在营地负责大家的饮食 又是新的一天工作 它们已经确定好了新的勾点 今天的目标直接瞄准了沉船本身 打算将它尽量拉得靠近岸边 这样能让之后的工作更加方便 牵引车开始慢慢发力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足足持续了一天时间 沉船也是一点一点地露出水面 现在工作人员已经能够站在沉船上观察 水底的部分也能看得大概了 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大家伙 它们坐的小船与之相比起来 小的就像是一个儿童玩具 随着越来越靠近岸边 船体也更多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上面沾满了贝壳和青苔 嗅记斑斑的缝隙里 偶尔也会居住着野生小龙虾 现在沉船距离岸边已经很近了 水的深度也越来越浅 一些结构框架也能肉眼可见 于是也就能更准确地决定先把哪部分拉出水面 而最终也是决定 把前面那根圆柱形象烟囱的部分拉上岸 这也需要几名蛙人再次入水 把钢索固定到圆柱上 好在这里的水已经很浅 这比之前一次次下潜寻找勾点容易了很多 固定好钢索之后 也不再废话 脚盘开始发力 在巨大的力量面前 沉船咔咔作响 很快这根圆柱就与船体分离开来 一鼓作气地将其拉上岸 之后还需要挖机的辅助 将它一头抬起来越过地面的钢管 这根巨大的管道被放到了一边 据现场人员介绍说 这节管道至少有20吨重 这又是给沉船减少了不小的重量 而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又陆陆续续地拉了一部分框架上岸 直到他们确定现在可以一波了 为了一次性将沉船拉上岸 工作人员在地面又挖出了几个大坑 把锚点埋了进去 随后重新组合滑轮与钢绳 使船体的重量平均分配到几台牵引车上 随着力度的增大 钢索也是发出咔咔的声响 而船体也在缓缓地往岸上移动 临近上岸时牵引工作暂停下来 因为沉船推着大量的泥沙上岸 这也产生了巨大的阻力 所以必须得让挖机过来 把船前面的泥沙挖掉 接着才继续发力往岸上拉 最后上岸的环节 无疑是最困难的部分 而每向岸边拉动一段距离 就需要挖机再次上前清理淤泥 时不时的也会有人爬上沉船 在上面寻找更好的勾点 就这样一边拉一边坐着调整 船体一公分一公分地移动着 这时意料之中的有一根钢索崩断 并且深埋于地底的锚点 也有被拉出来的预兆 趁着岸上更换钢索加固锚点的时间 几名蛙人登上沉船开始寻宝 可以看到船舱里堆满了杂物一片狼藉 随手一扒拉就有一阵腐烂淤泥的恶臭散发出来 几人有的希望在船上找到美酒 有的则希望找到黄金 只不过他们大概忘了这只是一艘蛙泥船 岸上的工作人员已经重新连接好了钢索 牵引车再次发力 只是这次还没拉出多远 又有一根钢索被崩断 并且这还是一根主力牵引点 勾点在船舱内部 更换起来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 大家都在清理船上一些杂物和盖板 把他们一块一块地拉上来 没有了这些杂物 沉船至少还能减少十吨的重量 然后工作人员重新设置了滑轮和钢索 这艘沉船重300吨 考虑到泥沙和摩擦的损耗 保守估计需要400吨的牵引力 他们重新调整将重量平均分配到几台牵引车上 而接下来就是火力全开的时刻 所有的牵引卡车开足了马力 开始最后的冲刺 不过很明显经过巧妙的添加滑轮 牵引力是足够的 但是钢索却承受不住这种强度的拉力 没用多久就再次有钢索崩断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他们也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损耗 所以现在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只要断裂了就直接马上更换 然后继续拉扯 就这样沉船终于开始上岸 虽然速度不快 但这样下去成功上岸也是迟早的事 挖机也会时不时的上前辅助 为船体的上岸挖通道路 更是有人在一旁打开水泵冲刷船身上的淤泥 想着能减轻一点算一点 而在动力全开的情况下 所有钢索都发出了令人心计的咔咔声 随时都有崩断的可能 事实也正是如此 现场不断有钢索崩断 吓得大家离得老远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沉船也已经有大半被拉上岸 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他们也是最后一次调整了锚点和勾点 所有钢索都检查完毕 今天要发起总工 离完全上岸越来越近 但钢索的崩断也越来越容易 人可以离得远远 但固定在这里的相机可就没这么幸运 被绷断的钢索给砸得直接报废了 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两天时间 最终在消耗了大量的钢索之后 这艘沉船终于被拉上岸 这么一看这确实是个大家伙 能将其成功打捞也是真不容易 大家也第一时间进到沉船的内部 不过经过一番仔细搜查 除了气氛比较恐怖以外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这也无所谓 因为这本来也不是他们的目的 那么到这里 这艘300吨的沉船打捞就算结束了 老铁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评论区见 这项目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这项目 反正